克苏鲁恐怖体系是一套完整且自成一派的神话体系 这里面的神是围绕在混沌异次元空间的高层次外神 自虚无而来 无始无终 空恼而想 莫名而出 毫无起点 不可琢磨 无缘无故 这就是外神的特点 普通人面对这玩意 基本上就废了 恐惧就完事了 与之相关的电影有 一行前传 迷雾 还有咱们讲过的一魔禁区 当然今天这部蒙上你的眼也算 故事要从五年前说起 女主刘盈儿与妹妹一起经营一家画廊 过着你做画 我做饭的幸福生活 这一天电视上突然报道一则新闻 说一种原因不明的自杀狂潮席卷了美国 甚至引发了恐慌与暴乱 按理来说 发生这种事 两个手无寸铁的女性 就应该在家里待着保护好自己 可是大家都知道 搞艺术的多少有点难以理解 女主就是那种对外界完全不在乎的人格 不能说体恤民情 只能说是莫不关心 她就像现实里无数美国人无视新冠一样 无视了这条新闻 安稳的和妹妹一起去医院产检 倒不是关心肚子里的孩子 啥时候除了 只是想确认一下 自己怀孕八九个月了 晚上还能不能蹦跌 此时医生就拿出了极强的职业素养 给她塞了一张儿童福利院的介绍彩页 正当女主琢磨晚上去那儿嗨的时候 画风开始不正常了 那股诡异邪恶的克鲁苏风波 刮到了这里 走廊里一个女人刚才还在开心的给前夫打电话 突然就开始用头疯狂的撞着玻璃 然后满脸鲜血的看向刘盈 大街上 刘盈坐上妹妹的车 想要离开这个不正常的地方 可意外却发生了 面前的救护车失控 撞向了一辆小车 周围陷入混乱的人也越来越多 接着专心开车的妹妹中招了 就像看到了什么不可名状的恐怖 双眼开始流泪 意思逐渐衰退 像凿了魔一样 猛踩妖门 载马路上横冲直撞 最后连人带车翻到了路边 还好车比较坚挺 两人都没有什么大事 没等刘盈拖着怀孕的身子爬出来 就见妹妹满脸鲜血 神情复杂的看了她一眼 然后认真的退了半步 现实根本不给女主悲伤的机会 扭曲的混乱在整个街道蔓延 爆炸火焰车祸四散的人群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所有人都在逃命 混乱之中 刘盈被人群裹挟着摔倒在地上 一个路过的女人看到她怀孕的身体 不顾光头丈夫的反对 冲过来帮忙 可惜就在刘盈人的眼前 女人也像刚才的妹妹一样 似乎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 忽然神情一变 摇摇晃晃的坐进了一辆正在燃烧的汽车 这时女主挣扎着爬了起来 被一个黑人小伙带进了旁边的房子 刚才失去妻子的光头也在里面 房间里的人都很害怕 他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 怎么与之抗衡 通过新闻得知 整个美国都已经被这种未知生物入侵 军队似乎派不上用场 好在有人分析出了未知生物的攻击手段 那就是看到她 只要看到她 人们就会不受控制的想要自杀 没有人知道他们长什么样 因为看到的人都死了 聚在这里的人五花八门 有失去妻子后带人冷漠的光头 勇敢正义的黑人强子 房主是一个热心善良的同性恋小哥 还有老太太和尹君子 众人把屋子用窗帘封得严严实实 保证了所有人的视线不与外界接触 这场灾难将是对每个人的考验 而第一道难关就是门外求助的人 还没等众人休息片刻 一个女人就来敲门求救 到底要不要救 光头极力反对救人 因为没有人能保证开门后 会不会看到致命的灵体 但这里的所有人都是刚刚被房主救进来的 假如他们都和光头一样冷漠 可能已经死在外面了 一番权衡后 人们的善良还是战胜了求生欲 他们把眼睛蒙住 然后打开了门 外面是一个同样怀孕的女人阿胖 如果刚才不开门 那将会有两条人命算在他们手上 众人开始为日后的求生做准备 这时候房主突发奇想 如果咱们不用肉眼看他们呢 就通过房子外面的监控器看 不就完事了吗 那玩意还能那么邪乎 还能通过色彩二级管把人吓风 显然这个房主是没看过真子 三十多年前 地球的妖魔鬼怪 就已经掌握了电视传播技术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众人把自高奋影的房主 绑在了椅子上 留他一个人监控外面的世界 不一会儿监控器里传来异动 一个诡异的黑影逐渐出现 看到他的一瞬间 房主马上中招 双眼浑浊 随后挣脱束缚自杀 好吧 最后一个获取外界信息的方法也失败了 大家备受打击 绝望的情绪逐渐笼罩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 很快第二个考验就来了 实物不足 为了解决实物问题 众人用油漆和报纸把汽车完全封闭 准备用导航雷达判断方向 然后去附近的超市冒险 一路上到处是尸体与汽车的残骸 众人小心翼翼的经过 不知道压碎了多少干枯的脑壳 但似乎车上的雷达可以扫描到灵体的存在 即使周围看起来空无一物 雷达上却显示 他们已经被包围了 车里面的人胆战心惊 害怕那东西破门而入 紧接着车身开始摇晃 怪物们出手了 好在勇敢的墙子一大脚油门顶开了前路 他们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 众人将眼睛蒙住后 战战兢兢的走下汽车 就怕那晚上突然掏一下或者舔一下 好在意外没有发生 大家又忙活了一阵 确定超市的窗户和大门都关闭后 这才把眼罩摘下来 在这里他们看到了取之不尽的食物 已经好几天没吃饱饭了 总算能敞开肚皮吃了 所有人都在拼命的往购物车里塞东西 只有大光头悠哉悠哉的喝着小酒 并提出了一个建设性意见 不如就留在这里吧 吃喝拉撒地方都够 何必再来来回回地往小屋里倒腾呢 至于在小屋里苦苦等待的同伴们就放弃吧 但是显然众人的良知 不允许做出这种杀人一般的行为 其他人都拒绝了 装满了物资后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突然有人敲响了超市的后门 大声求助 本着就一个是一个原则 抢子让大家捂好眼睛 然后小心翼翼的打开了一条缝 突然一旁笼子里的小鸟开始上窜下跳 大家立即意识到有问题 可是没想到 他们的力量竟然没有外面的人力气大 来人不住的叫喊着要进来 让他们看看大宝贝 三个人顶着的门 眼看就要被对方撞开 突然一直软弱的胖子小白 不知道搁哪来的勇气 运足马力像蛮牛一样 撞飞了外面的狂人 他是这个超市的售货员 就是他推荐众人来这里取物资 显然小白把这些人的生命 扛在了自己肩上 关键时刻用自己的性命掩护了众人 结果前而一见 门缝里流出的鲜血 预示着小白已经牺牲 可没想到 外面那个求助的人竟然毫发无伤 继续敲门求救 但其他人已经失去了同情心 众人蒙上眼睛 从前门出发 回到了庇护所 这一趟虽然牺牲了一个幸存者 但掌握了很多情报 首先是一个物资充足的超市 其次 小鸟似乎能感受到灵体的存在 能及时发出预警 还有就是那个求助者 似乎有人在看到不可名状后 可以不发狂自杀 事实证明 在面对考验时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交出满意的答卷 尹君子在知道了超市的存在后 带着自己的炮友 偷走了车 对其他人的生死置之不理 到了晚上 又有一个幸存者 小西福 被孕妇阿胖救了进来 小西福称他受到了一群疯子的攻击 原来普通人在看到灵体后 会选择自杀 而精神病淫 在看到灵体后 会成为灵体的信徒 然后强迫别人 睁开眼睛看灵体 显然小西福带来了重要情报 但光头并不信任他 在车被尹君子偷走后 他已经对人性绝望了 举着枪要小西福离开 但一个老太太偷袭了他 然后把光头关进了车库 这就是幸存者们的第三个考验 分歧 而且这仅仅只是开始 第二天 刘英与阿胖同时分别 就在所有人忙里忙外帮忙时 小西福却在楼下 淡定地拿出了自己的画 上面全都是难以名状的诡异事物 原来他就是那些信徒之一 虽然光头在车库里看到了一切 但他的提醒 并没有引起强子的注意 强子被小西福偷袭晕倒 最后一个男性也失去了战斗力 整个幸存的基地里 就剩下二楼的女性们 随后小西福打开了二楼的窗帘 阿胖中招 当场冲向玻璃跳楼自杀 而老太太也被小西福 强逼着睁眼 然后用剪刀自杀 女主英子只能用毛毯 盖住了自己和孩子 瑟瑟发抖 关键时刻光头端着枪冲了上来 但由于他不敢睁眼 很快就被小西福偷袭 用剪刀戳进了胸口 好在强子即时醒来 用尽全力抢到了枪 结果了西福 原本热闹的幸存者基地 只剩下强子与英子 以及两个刚出生的孩子 这就是他们在生与死的角色中 学到的末世生存新法则 奇怪的四口之家就这么安须下来 一晃几年过去 两个孩子也慢慢长大 白天的时候 刘英和强子蒙着眼睛出门逆时 日子也算过得去 突然有一天 强子从对讲机里收到信号 说河下游有一个幸存者营地 只要两天时间 跟着鸟生水路就能到达 可摆在他们面前的 还有一个天险之地 湍急的水流 必须一个人睁眼指路才能通过 刘英有些暗于现状了 他不想冒险 万一这是疯子们的圈套怎么办 可强子却不想放弃希望 他想让孩子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这个世界 不是只有蒙起眼睛躲避的恐惧 眼罩之外 还有更精彩的事物 等待他们探索 刘英被说服了 他们一起做了离开的准备 可就在万事俱备时 却被一群疯子盯上了 他们强迫强子把眼罩摘下来 不听话就勾死 但强子也不是白给的 早就凭借几年的训练 学会了听声变味的技巧 砰砰两枪干掉两人 可自己也身受重伤 为了掩护灵人和孩子 强子不打算活着了 干脆摆掉眼罩 又成功解决二人 就在他拖着重伤的身体 搜捕最后一个人时 一股邪风刮过 灵体出现 强子的双眼开始浑浊 即使是这样 他依旧凭借钢铁般的意志力 强行开枪 打死最后一个人 然后才果断自杀 这一次 人性胜天半子 听到枪声的刘英 知道了强子的选择 这才是对幸存者们的 最后一个考验 牺牲 在巨大的悲伤中 刘英也鼓足勇气 强子坚韧勇敢的内心 早已照亮了他的内心世界 他决定去河下游的营地冒险 对两个孩子一番叮嘱后 一家三口顺着之前的准备上路了 沿着不好的绳子 三人到达河边 放出了藏好的船 一路穿行 沿着鸟声偏舟顺水而下 终于他们来到了天险之处 两个小孩没有力气与能力划船 也就是说必须有刘英掌舵 所以他不能睁眼 可是想渡过天险 终究得有一个人睁眼指挥 那么这两个孩子中得做出抉择 到底该牺牲谁呢 虽说一个是亲生的 一个是别人的 但在刘英眼里 两个孩子根本没有区别 这是考验人性最关键的时刻 你是否有权利让别人牺牲生命 是否有权利指使小部分人牺牲 去拯救大多数人 经历了种种磨难考验 女主知道自己不改善良 就这样吧 也许牺牲一个孩子 有九成几率通过天险 蒙眼硬闯的几率不到一成 但他还是选择倾天由命 灵体与疯子都杀不死我 小小激流能耐我何 在湍急的水流中 他只能凭借直觉 用尽全力稳定船身 最后船还是翻了 但这一次老天终于给观众留下了一丝希望 他们幸运的被冲到了岸边 小女孩的眼罩被冲掉了 但他牢牢的记住了妈妈的话 不要睁眼 上岸后 三人沿着鸟叫声一路寻觅 终于有惊无险的到达了营地 原来这里曾经是一个盲人学校 外面的世界几乎没有影响这里的生活 可以说这是残酷世界中的世外桃源 女主与孩子留了下来 这是通过重重考验换来的胜利果实 他们终于不再需要面对未知与恐惧了 面朝大海 春暖 花开吧 本片就完了 这部电影是根据一部叫鸟壳的小说改编的 在原著里小鸟的作用更大 能够感知到灵体的出现 在原著里女主和孩子们在训练四年后 才敢泛州去避难所 但电影时常限制 当然不能那么演 还有就是最后的结局 原著比电影更加耐人寻味 在原著里女主发现 盲人学校里的很多盲人 眼睛并不是天生残疾 而是被故意刺虾或挖掉的 也就是说在绝望的末世中 或许主动变瞎才是真正的勇敢 这样女主就又需要做抉择了 自己和两个孩子会不会被强制弄瞎呢 要不要反抗呢 反抗成功后又能去哪呢 真是让人纠结 这部电影也可以看作是海王主演的看电前传 为什么后来的人类都瞎了 因为不瞎的人都死了 危急事 如果总是让人不 adapt 温暖道 一定没关系 真的 不瞎之 就算没关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